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中国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外附会的税收管理 那这一部分属于考试中比较重要的内容 非常容易考到选择题 就问你下列哪些情形咱们对外附会要备案 哪些不需要备案 或者呢干脆就在大体里头 咱们出现很多的这种跨境的业务 然后问你哪些要备案 咱们需要把这里头的内容呢 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给它记住了 但是千万不要死记应备 死记应备你不理解它的话 你这个还是不好记的 那首先我们解释一下 说这个外汇的使用在我国是有很多的管制的 那是不是说明我到什么外管局 我要去做什么备案呀 注意咱们现在学的是税法 咱们说的是你对外附会要在税务备案的情况 有同学说了 这跟税务又有什么关系了 为什么还要到税务去备案 你可以这样想象啊 比如我们中国的甲公司 接受了境外ABC公司的一个服务 比如说我们从他那租了一个设备 或者说我们接受了他的什么咨询服务啊 什么建筑服务啊等等啊 那这时候甲就需要给ABC付钱 那付钱的时候注意咯 ABC他应该在中国有纳税义务的话 那怎么纳税 他自己没法纳税 咱就甲在付款时给他原权扣奖税款 好了 所以会有代扣代奖的问题出现 好那好 那你对外这个付钱有可能就会涉及到扣税呀 好那你有没有扣税 我说对方他有没有在中国履行这个纳税义务 这个事儿当然属于咱们税务管辖的范围了 好那这事儿咱就有可能需要去备案 咱们监控你嘛 好这就是他的基本原理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看具体内容 到底什么情况要备案 什么情况不需要 好先来看正向的就是需要备案的情形 说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 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下列外汇资金 除无需进行税务备案的情形以外 均应当向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备案 注意啊 你往外付这个钱呀 你得有一定的这个额度 如果你付的太少 说你付了几千块 这个万八的 这个都太少了 没有关系啊 咱就不去单独的监控你了 必须得等值5万美元以上 也就是大于5万美元 正好5万美元都不需要备案 得大于5万美元 而且注意是美元可不是人民币 如果题目里告诉你 说我们对外付了多少多少钱的人民币 那你得折成美元 看一看是不是超了5万美元 好吧 这是咱们的一个这个抓大放小的思路 然后接着来看具体内容 首先第一类 就是境外机构或者个人 从境内获得的包括运输啊 旅游啊 保险啊 金融啊 还有什么体育文化 娱乐服务等等 这些个服务贸易的收入 咱们注意关键词就行了 服务贸易收入 比如刚才咱们举的例子 ABC作为一个外国公司 它从中国这儿啊 赚取的如果是什么 建筑工程的这个价款 建筑服务的价款 或者什么娱乐服务啊 体育服务啊 什么咨询服务啊 等等 这些服务贸易的收入 那么它在中国就有这个纳税义务 应该在中国交税的 是不是 好 那这个时候 咱就有必要去备案了 当然钱少还是不需要的啊 还得是受那个 5万年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限制 好 那接着 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 服务贸易收入这块 咱们要备案 那如果是货物贸易呢 货物贸易不需要 为什么 你比如说 假公司 从境外ABC公司这儿 进口了一批化妆品 那么 进口化妆品 谁纳税啊 那就是假来纳税咯 是进口方来纳税 你去交关税增值税消费税 跟那个外方ABC有关系吗 跟那卖货的人有关系吗 没关系嘛 所以说服务 服务贸易就就是服务 这块的收入 有可能费案 好 再看第二类 说这个境外个人 在境内的工作报酬 有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工作了 咱中国单位给他付工资 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外方 他有可能在中国要纳税啊 还有境外机构或者个人 从境内获得的股息 红利 利润 直接债务利息 担保费 以及非资本转移的这个捐赠 赔偿 税收 还有这个偶然性所得等等 这些收益和经常转移收入 各类型的收入和经常转移收入 这个呢 其实也是在中国有纳税义务的 比如 ABC公司投资了中国的甲企业 那么就会从甲这赚到这个分红 或者他借钱给了甲 那甲呢就会给他付利息 那这些一样 ABC也需要在中国纳税的 那甲付钱的时候就有扣交义务 对外付费的时候 就有可能需要备案 金额够大 就要备案 好 第三类 境外机构或者个人 从境内获得的融资租赁的租金 不动产 还有这个转让的收入 以及股权转让所得 还有外国投资者的其他合法所得 这个所得也很常见 比如ABC你投资了中国的甲 那每年会从甲这赚到一定的这个股息红利 这个有可能备案 那最后呢 说你把这个石油的甲公司的这个股份 给他转让掉了 好 那转让的这块的所得 也有在中国的纳税义务 好 所以也应当啊 有支付的时候 这个进行一下备案操作 当然还是啊 永远受那个5万美金的这个制约 好 这是正向的 我们说了哪些需要备案 好 另外稍微注意一点 说到了 说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同一笔合同 他需要多次对外付费的 那仅需要在首次付费前办理税务备案 好了 好 那同一件事是吧 同一笔合同 那咱们就不用去多次履行这个备案的程序 一次税务知道这事就行了 好 再来反向的看一看 就是无需进行税务备案的情形 哎 应该说这一块呢 更容易在选择题里直接出现 好 大家要理解他 哎 那为什么他们就不需要备案呢 首先咱们注意啊 刚才咱们讲大方向的时候说了 说即便你在需要备案的范围里边 那如果你的钱少也是不需要备案的 啊 这个不用说了 你要看一看这个钱 是不是啊 这个比较大额的啊 是不是超过了5万美元 然后别的情形啊 别的情形呢 咱们说 他即便是超过了5万美元啊 只要是列明的这些 他也不需要备案 不管多少钱都不需要备案 为什么呢 哎 这里头最主要的内容就是 对方也就是境外的搭配个人 他就这笔外汇收入 他是不需要在中国纳税的 没有在中国的纳税义务 那你监控他干什么呀 就没有意义了吧 来看一看啊 这个内容 第一个 境内机构在境外发生的 拆旅会议商品 展销等各项费用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公司到德国 去参加一个展会 那咱们呢 就带了一些外汇去了 这个外汇呢 可能就付给了人家当地的 什么会展公司啊 当地的酒店呀 什么会议这个举办公司啊 等等 好那这一块你说他完全在境外发生 外方那个酒店啊 那个什么展会公司 需要在中国纳税吗 当然不需要了啊 他是在境外发生的钱 在中国没有纳税义务 自然咱们这样的一个支出 这样的一个花费 就不需要去啊 做什么备案 好那以此类推吧 境内机构在境外的代表机构 他的各种办公经费 以及境内机构在境外承包工程的啊 这个工程款啊 好那这些钱咱们都是不需要去备案的 还有我们发生在境外的进出口贸易佣金 保险费赔偿款啊 好还有就是进口贸易向下 这个境外机构获得的国际运输费用 哎保险向下的这个保费保险金等等 其实这些呀 说了半天都是在境外发生的 完全在境外发生 这个钱呢 跟中国没有关系 没有拿出义务 好还有从事运输或远洋渔业的境内机构 在境外发生的修理费 油量 杠杂等费用 好你从事这个运洋运输的 你在境外一个修了修船啊 你把这钱外汇就付给那修理公司了 修理公司在中国也没有拿出义务 还有境内旅行社 从事出境旅游业务的团费 以及代定啊 代办的住宿交通等相关费用 好你比如说中国的一个旅行社啊 咱们假设叫中旅啊 他做了一个出境游业务 这个出境游业务呢 可能是到这个欧洲几日游啊 比如说咱们到了瑞士 到了瑞士呢 有一个当地的旅行社负责在 这个瑞士整个的这个游览的行程啊 然后他所有的这个费用 那都是在境外发生的呀 是不是 比如在瑞士找酒店呀 在那找什么饭店呀等等 交通啊等等 好这些钱都是直接在境外 相当于发生的啊 这个业务不需要在中国大税的 那自然咱们这也不需要去备案 好再有就是什么亚洲开发银行啊 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 从我国取得的这个所得 或者是收入 这个简单的看一看啊 一看这些抬头 我们大概就能知道了 他们呢在中国要拿税吗 好那这些所得和收入啊 通常咱们都会有游回政策啊 我说这事都是大事 咱们都不需要去专门的什么备案了 好这个呢 其实情况啊 咱们国家都是掌握的 还有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啊 向我国提供的外国政府贷款 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向下的这个利息 你看这也都是这么大的事 咱们通常对他们 给咱们这个提供一些贷款啊 这个所赚取的利息呢 还是有这种优惠的啊 好还有外汇指定银行 或财务公司自身对外融资啊 比如境外借款呀 境外同业拆借呀 海外代付啊 以及其他这个债务等向下的利息啊 这些个跟金融有关系的啊 这一块呢 是有一些不需要备案的 这个规定的啊 了解一下 好 再有就是我国省级以上国家机关 对外无偿捐赠援助的资金 好 也就是我们的国家机关 相当于政府行为 对外去援助一些钱 比如说咱们呃 原非啊 哎 还有什么原其他的一些 这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啊 那这个呢 无偿援助的这块 也是不需要去备案的啊 你看级别都这么高 咱们其实政府都掌握这些情况啊 他也不会涉及到什么交税的问题 好 再有就是境内的证券公司 或登记结算公司 向境外机构 或者境外的个人 支付其依法获得的 股息红利利息收入 以及有价证券卖出所得的收益 哎 那有同学就说了 说咱们境内证券公司 或者是什么中国结算等等 这些登记结算公司 啊 他们对外来付这个股息红利利息 啊 或者是什么 这个转让所得的那个时候 哎 要不要扣税啊 有可能要扣税 有可能 但是咱们这个事啊 扣税 他有一个系统 已经能够控制了 啊 已经能够控制 就不需要单独在通过这个 税务备案的这套方法 去进行管控了 好吧 哎 他们有专门的控制了 这个 操作的这种机制 好 接着 境内个人境外留学 旅游探亲等 因私用会 好 比如说 我们要去这个美国留学 啊 要去这个什么 德国留学 好 那这时候我们要拿一些钱 去国外 啊 那这个当然也不需要 去做什么备案 因为这个钱最终都是花在国外 而人家赚你钱的这个单位个人 都不需要在中国纳税的 好 还有就是 境内机构和个人办理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向下的退会 好 钱付出去了 然后又退回来了 退回来 当然不需要备案 还有外国投资者 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 在境内再投资 注意这一点是咱们这个政策的一个新的调整 以前这一块是要进行一个备案的 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ABC 投资了贾 从贾这赚了股息红利是吧 那这个股息红利他不拿走 直接又在中国留下了再投资了 比如说给价增资了 或者重新成立了一个椅 或者从现成的丙公司股东手里 卖一些丙的股权 这个咱们之前讲这个 在投资递严拿税的时候说过 那么只要是这种在直接投资 这样的这个情形 他就不需要去做什么 非案了 接着还有财政预算内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非贸易性非经营性的付贿 这个一看是财政预算 是咱们的相当于政府行为 那这块也是不需要去做备案的 这也是新增内容 稍微的关注一下 极有可能他们会在选择题里出现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应该备案和不需要备案的情况 那接下来看一看题目吧 看你刚刚听完 是不是这个印象还比较深刻 一个单选题 说境内机构下列对外付贿的情形中 应当进行备案的是什么 说境内机构在境外发生的拆旅费 15万美元以上 你就照着咱们刚才解释的 那个思路去分析 说我们单位派人出去去德国出差了 那发生的这个拆旅费 人家赚你钱的这个单位个人 需要在中国交税吗 不需要 所以这个钱甭管你是花了多少 也就是外方赚了多少 都是没有这个备案这回事的 另外说境内机构发生在境外的 进出口贸易佣金 5万美元以上 注意发生在哪呀 发生在境外对吧 你在外国的时候做生意 你给了人家对方佣金 5万美元以上 那这时候也不需要在中国拿税 当然没有备案的事 然后境内机构在境外发生 会议费5万美元以上 这钱谁赚了 是境外的什么会展公司什么的赚了 但是呢 人家是完全在境外发生的吗 跟中国啊 没有这个纳税义务 当然也不需要纳税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 甭管钱多少 那他只要范围是属于不需要备案的 那一律都不用备案 再有就是境内机构向境外支付 旅游服务费5万美元以上 他可没有说这事是完全在境外发生的 是吧 如果是在境外发生的旅游服务费 那他就不需要在中国有纳税义务 当然就不需要备案 但是如果是啊 没有提 那有可能是境外的旅游 揽了一个中国境内的活呢 或者从中国到境外 是吧 这个活 那么这时候呢 他就应该在中国有纳税义务 又是5万美元以上 那满足了咱们需要备案的那个条件 所以这儿是应该备案的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非居民企业的税收管理 这一部分介绍完了 咱们稍做一下复习 首先我们提到的是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这个常驻代表机构 当然就是你在中国设了机构场所的这种非居民了 好 他这儿提到了一些程序性管理的问题 说领取这个工商登记证件 或者是批准知识期30日内去办理税务登记 然后注销登记前清算所得 应该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也就是先完税后注销 好 再有就是这个境外单位个人到中国来承包工程作业 或者是提供劳务的 那你来中国做业务了 那这时候通常就认为你在中国其实有机构场所了 那就算是这个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 那纳税就很正常了 如果说你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那就用税率一般的集税方法来算税 如果你是小规模 那就用小规模的征收率来算税 那同时还会产生这个成奸附加之类的 另外你也要叫所得税 那所得税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 他的所得税跟咱们居民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 有查账征收核定征收两套是吧 那用的税率呢 那是25%那种 而不是什么预提所得税 所以一定要注意 有机构场所的非居民 跟他这机构场所相关联的所得怎么计税 这事咱们已经反复强调了恩变了 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熟悉 好 接着我们又说到了预提所得税的情形 就是境外单位个人从中国赚走这个 什么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 还有财产转让所得 这个所得的时候他的计税问题 当然如果是境外个人赚走的 境外个人赚走的 那么他是交个人所得税 那境外单位赚走的 那他是要交企业所得税的 那企业所得税 咱们这预提所得税率是10% 这个所得呢通常是收入全额 但是财产转让所得是收入全额减去 财产净值之后算财的这个差额 另外我们什么时候进行扣角呢 因为预提所得税通常是完全扣角嘛 是吧咱支付的时候来进行一个扣角 那扣角的时候啊 这强调了这么几个细节 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付出去的这个款项呢 一次性的做了成本费用税前扣除了 那就应该在年度所得税申报的时候进行扣角的这个操作 另外如果说我们支付的这个款项在我们的账上是做了资本化处理 以后慢慢的去折旧摊销去 好那进入资产的年度 只要你今年资本化了 那么你也应该在这个年度申报时全额给扣角税款 这个是不管你钱有没有支付出去 你没付出去 我们也要在这个时候给他扣角税款了 好那如果说我比合同约定的还要提前付这个钱呢 那提前支付就要在实际支付的时候进行一下这个原权扣角 另外分期收款的方式啊 这个呢他得先把这个本钱啊给全部收回以后再进行扣角 比如说财产转让所得是吧 他是差额继税用收入减去财产净值 他得付钱的时候先把这财产净值付完了啊 然后剩下的部分啊才需要去做扣角 好接着又提到了这个再投资递严纳税的问题 好再投资递严纳税 首先要享受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好我们得是直接投资 可以是直接给原企业啊 原分配企业去给他这个增资 也可以是重新设立一个新企业 也可以是买一个现成企业的一部分股权 好但是不能说你去这个炒股去了 那个通常是不行的 除非是这个战略性投资啊 另外就是留存收益所形成的股息红利 哎这个才能享受低延纳税啊 这是赚了钱之后分的股息红利 好再有就是把这个钱也好物也好 都是直接转去他该去的地方 而不能在中间再去啊周转几圈 这是不可以的 另外就是追捕的期限 如果我们已经把这税给纳了 没有享受这个低延纳税的优惠啊 那三年内请过分来 是可以再追捕把这个税款再拿回来的 好另外什么时候真正去纳税呢 哎就是我们实际收回这个款项的时候 也就是外方股东真的要把这个股息红利拿走了啊 那这时候就应该纳税 好什么时候呢 是实际收取相应款项后 7日内来申报股交啊 所以这个7日要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咱们对外付贿的问题 应当备案和这个无需备案的情况 好那应当备案的 首先我们要求你得单笔啊 得在5万美元以上的 哎才有可能要备案 他内容呢包括什么服务贸易支出 收益和经常转移收入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合法所得啊 这些都属于大的方向啊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哪些是不需要备案的 还有这个金额是不是 超了我们的5万美元 好那无需备案的这个基本思路 他一共有17项 但是类别呢 其实很容易梳理 一类呢就是根本外方赚了这个钱 不需要在中国纳税的 在中国没有纳税义务的啊 就是相当于完全在境外发生的那些业务 好另外呢就是啊 你像这个跟金融有关系 跟那个特定利息有关系的哈 嗯那个呢 事情比较重大是吧 国家也能够掌握那个信息 而且通常有税收优惠的 他也没有必要去备案 啊这个是第二类 再有就是有专门的一个机制 去控制这个税款的 你比如像证券结算的那块啊 他也不需要通过税务备案来进行操作 好这就是咱们对白付贿啊 这个呢相对比较重要 再投资递延纳税这儿 哎也是可以出题的 另外就是咱们以前一直强调的 居民非居民他们怎么去纳税 这个事啊都是基本规则 一定要清楚 哦 有个人的这儿呢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这个事啊 我可以说